大甲文昌词创立于光绪13年 至今已经有134年的历史 为了记录百年来的发展严格 当地公所也特别邀请文史工作者张庆宗 制作两本文史书籍 除了介绍祭祀礼仪之外 也把齐老口书和历史资料重新做整理 希望透过介绍 让更多人对大甲文昌词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古色古香的砖瓦建筑 如上头还有传统的简年雕花 创立于光绪13年大甲文昌词 至今已经有134年的历史 是大甲地区最早创办的学校 为了记录百年来的发展严格 当地公所也特别邀请文史工作者张庆宗 制作两本文史书籍 这一本就是说 来到文昌词里面的祭祀礼节 或这些生命我们都该认识它 了解它的精神所在 那今年刚出版的这一本就讲 文昌词从清朝时代 日本时代一直到民国光复到现在 里面的一些整修 把这些东西原委的把它记住下来 让地方的文化流传下来 我们的文昌词到现在从光绪年间到现在已经130几年了 这期间有很多大事在发生 公所这边基于文化的一个流传 所以我们就有规划请文史老师 还有我们的士绅来把那边这两本书 张庆宗表示这两本文史书 一本主要是介绍祭祀礼仪 另一本则是把齐劳口述和历史资料重新做整理 像是碑文或是匾额的由来 日治时期的忌孔流程图等 都是相当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这整座庙就是涵盖百多年来 清朝日本或者现代的种种情形 我们尽量缩集相片把它汇集成册 这个是一个文昌词汇整起来的一个大事 也是我们文昌词这边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公所也表示这两本文史书 接下来都会放在文昌词符柜台 民众只要捐50元香油钱就可以领取一本 期盼透过书本推广 让更多人对大假文昌词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